- 誰是你呀 陳真 請自行手動開啟中文字幕 大家好 我是肥太郎 超人DECKER第十九集 我們立即看看今集是甚麼了 承接上一集 超人DECKER被亞波人吸了二次元 腳底失蹤 雨次郎就大玩語言藝術 暫時幫他騙著其他隊員先 另一方面 DECKER就被人混在二次元裏 於是他就急中生治 使出死光令到他找到突破口 一出來就已經是太空了 之後一堆蘇菲亞兵衝出來老強他 這個時候來救場的 就是我們的微笑小超人 Kengo救了Galaddy之後 就和他一起在月面基地 Moonwalk 在這個月面基地 外面是有很多的機械怪獸殘骸 他們也發現了一堆 已經不懂得動的警衛機械人 不過Galaddy就出了名 被一些機械人嚇到牛仔 大家都等了很久 要安慰同伴的心靈 就必須要說 完成說smile smile 這個天大任務之後 Kengo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任務 就是要把Galaddy 老爸老母的錄音 交給Galaddy 錄音內容大致上就是叫Galaddy 控住一班警衛兵去襲擊他們 KengoKO了警衛兵之後 又被蘇菲亞兵仔老強 蘇菲亞兵仔貌似在不斷偷窺Kengo的記憶 我相信蘇菲亞他看到的記憶應該是這樣 是這樣的 真的辛苦你了蘇菲亞 格拉底打算幫拖 不過被亞波人抓住了 這個時候蘇菲亞不理好醜 見人就搞 連亞波人都被他老強 好一招以毒攻毒 該死吧亞波人 之後格拉底以等身大方式 變身成為超人Dekka 救出了Kanga Kanga同樣用等身大變身方式 變身成為超人Torriga 兩個超人一起以等身大作戰 先是消滅了一堆蘇菲亞兵仔 之後亦都一起使出死光打低了亞波人 之後蘇菲亞兵仔 他們又玩上身了 他們上身 令到格拉特龍Mark II覺醒 Torriga和Dekka立即巨大化 因為兩個超人的基本形態都不夠他做 所以一個就變身成為永恆閃耀形態 一個就變成了做強勁營 夾手夾腳打爆了加拉特龍Mark II 最後Kanga將那張蘇菲亞開心出行 給了格拉底 格拉底成功拍卡回地球 繼續跟羽翅郎做大龍鳳 今集的故事就是這麼簡單 今集的編劇是《狗尼直樹》 大家都比較喜歡叫它《狗尼直樹》 監督是版本號1 大家都比較喜歡叫它版本號1 關於他們兩位 我們在一陣的觀後感部分再講 今集是超人Torriga 第二次的客演 並且利用了以往月面基地的元素 在超人迪加和蒂拿的世界觀 月面上就有月面基地加路華 當時有京本正樹飾演的疾風隊長 作為加路華基地的負責人 而今集的TPU月面基地 外觀上是比較接近超人帝拿的總合本部基地 我們也可以見到有超人帝拿第32集的愛摩斯機械人 和超人帝拿第39集的異形進化兵 而基地附近也有很多機械怪獸的殘骸 根據Kangor的推測 這些機械怪獸是蘇菲亞收集回來的容器 我們可以見到有King Joe 貝利亞帝國機兵 和今集的主要敵人 加拉特龍Mk2 這隻Mk2版本的加拉特龍 初登場於超人Gidda劇場版 是比吉爾巴利斯強化並且加以改造的加拉特龍 和原版加拉特龍最大的分別 就是他是有副頭的 是可以劈油的 加拉特龍Mk2 也曾經登場過在超人Tiger的第3集和第24集 最後要說完的就是 今集終於都解釋了 這個東菇頭猶渣的確跟我們推測的一樣 是來自未來的 狗尼這一個編劇 經過前年韓氏名譽之時的新作 再經過上年的超人Torica 他的肚子真的很臭 不過這兩集我覺得都尚算OK 你沒聽錯 我覺得是OK的 主要是因為這兩集文氣的部分其實是比較少的 所以令我們尷尬的部分就會少了 那SmileSmile都只是說了一次 OK的 我頂得順的 而且以往令人最想少他媽媽的位置 今集不只是他聰明還是有意無意 他都避免了 以往令我最想少他媽媽的位置 就是他強行去搬一些超人迪家的怪獸出來 但又寫不出超人迪家 那些怪獸出現帶來的深度情節 看回今集 他是沒有刻意去想重現一些迪家的怪獸 單單是這一點 都已經令我舒服了很多 不過有一個位置我都不太好 就是我發現狗尼 很喜歡用一些他覺得很幽默的情節 令到龍門哥以外的吉士隊員 智商下降 所以綜合來說 我覺得這兩集是會有6分的 不過我見到有些聲音就說 上年明明第19集就出了迪家 為什麼今年19集是會出拖列架的呢 為什麼不是出帝拿的呢 但我個人就認為 不要出帝拿著 反而是一招十分之聰明的高招 上年第19集出迪家反而是愚蠢的 因為超人帝拿這一張大前輩王牌 是應該要留一隻大帝的 是不應該出著的 留在大結局或者劇場版出 是會更加有看頭 更加可以帶來最終的高潮 而現在大家都在說 帝拿會在結局編第23集出場 那我們就放場相眼看看會怎樣 而今天也同時出了 劇場版情報 將會有一個新超人登場在超人Dekka的劇場版 關於這一套劇場版的詳細資訊 我們會在下一條片繼續分析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隨便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